大家好 我是陈寗 今天我们真的是千里迢迢来到花莲 来装这一套 F1-10 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 因为你看窗外 太平洋啊 我们平常看到的都是黑水沟 结果今天看到太平洋 真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体验 那今天我们来花莲装了这一套 F1-10 的 Browser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他的预算也是没有跟我说那么高的 但是 F1-10 就是有一个魔力 那最后就涨涨涨就变成 F1-10 那这位 Browser 其实他是跟我说啦 就是他一直有一个音响的梦想 所以他不只是这个音响来希望尽可能的攻顶 同时他也把 CD 给带回来了 我一直劝他说 这个 CD 你如果没有很多 CD 的话 其实不必要买它 因为蛮花钱的 尤其用的这个 DP-700 那也是 Accuphase 的前旗舰 可是 这位 Browser 跟我说 他希望可以满足一个音响的梦想 所以希望我把他整套规划好 他就是从这个电视 到这音响 全部把他弄好 所以这电视也是我们今天装的 那他到底是一套什么样的组合 那他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聊聊他 那开始之前 记得要订阅我 那如果看完影片之后 你觉得说 陈寗 我也想要一套这样的音响 我也有一个音响的梦 没有问题 直接传 Line 给我在资讯栏里面有 Line 旁边 也有 QR code 连结 这两个都可以直接联络到我本人 让我来帮你搭配 专属于你的音响组合 那我们就开始啰 那这一套音响呢 他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这个空间的关系 所以原本建议是达 F703 可是呢 后来既然这位 brother 说 这预算可以往上拉 拉到两三百万的还可以接受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当然就是 F1-10 啦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F1-10 再次出现的 Gain 但是呢 这次的搭配跟之前那套有点不同 之前那套 F1-10 呢 他是属于就是他的 DA 是用到旗舰 他是完全走数位流的组合 可是这位 brother 呢 他跟我说 就是他其实有给我一张照片 就是这个样子 他原本就是一个电视柜 然后看得出来就是放传统电视的啦 那没有什么特别的音响组合 但是他希望有一套很好的音响 然后同时又可以听 CD 那我就想呢 那这样子怎么搭比较好呢 他说他的预算呢 都还可以调整 所以 我就帮他选了一个组合 就是用 Accuphase 的旗舰 CD 播放器 这个东西大家要注意哦 Accuphase 真正的旗舰 CD 播放器 是分体式的 就是像我的那个 DP-1000 跟 DC-1000 可是呢 每一代的 Accuphase 的 CD 呢 他都会把这个 DP-1000 DC-1000 的这种 就是两台旗舰的特色 把他合并在一起 出一台 DP-700 系列 而这台 DP-700 呢 就是当时 在这个 DC-901 跟 DP-901 的时代 所出的旗舰 所以呢 他等于是拥有旗舰的解码系统 跟旗舰的 CD 播放系统 所以他同样 跟其他的 Accuphase CD 一样 都是可以播 CD 又可以当 DA 使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样的搭配组合 这个呢 首先这一台他本身是 CD 嘛 所以他可以直接退出来 就是你要放个 CD 比如说像 Brother 他说他 喜欢听这个江蕙 就可以放进去 直接就可以听 但同时呢 他又有这台 Sony 的 85 吋电视 所以呢 他的电视的声音啊 就是直接从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地方看 这个 来 我们把他拉出来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里 有没有 一条光纤 可以看得到 这一条光纤呢 拉出来之后呢 然后 再把他接到 这一台 DP-700 的上面 就是这条线 就这条 就这个地方 那这样插上去之后啊 他的电视的声音 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 DP-700 来解码 然后让 F-E10 发出来 所以他不管是看 Netflix 或者是用这个 YouTube 看我影片 其实呢 就都可以有很好的声音 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注重录音品质 很多朋友问我说 陈寗啊 你买那么好的麦克风干嘛呢 或者是说 陈寗啊 你的声音听起来都糊糊的 不像是有用那么好的麦克风 其实我必须说呢 因为看我影片的这些 Browser 跟 System 呢 其实很多人都是用非常好的系统在看 比如说像这位 Browser 他以后他就用 F-E10 甚至是像那一位鹦鹉罗的 Browser 他就用鹦鹉罗在看我的影片 所以呢 我的影片 像人家其他 YouTuber 会做什么 High Pass、Low Cut 把那个低音把他去掉 我都不做的 为什么 因为那些把他做了之后呢 在那个好的系统上听呢 其实就会声音干干扁扁的 所以 其实大部分家里有这种系统的人 其实他系统只要稍微有点水准的 他都会说陈寗你的声音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传真 真的听起来像真人一样 然后见到我本人之后就说 你的声音跟影片里面一模一样 为什么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录音设备所带来的好结果 那大部分的 Browser 们、System 们 也都是用这样的设备在看我的影片 所以 我们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就是追求最好的录音 那再来呢 就是这位 Browser 他因为 CD 不多嘛 刚才讲他 CD 不多 所以他的阻力还是要靠串流 所以他的串流呢 就是这一台我们非常熟悉的 这一个 Auralic Ares G2.1 那这一台呢 是一个数位转盘 当你的这个 DAR 可以用到够高级 比如说像用我们的这个 Accuphase 的 DP 700 的时候 就用他 然后搭配 Rune 他的 Rune Nucleus 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里 一台小小的 用这个 Rune 呢 直接播放 Tidal 然后串流同轴输出到这个 DP 700 那声音呢 就可以有很好的解码 非常好的声音效果 而他的前后级呢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Accuphase 的 C2810 跟 Accuphase A70 A70 是上一代旗舰 他跟 A75 呢 比起来主要差在解析上 A75 的解析呢 会更好 可是价格也多了 20 多万 然后再加上现在呢 你如果下定 A75 大约要等一年 所以呢 这个时候有一些比较老的 Accuphase 人 也是非常好的组合 所以呢 他的整套组合就是这样子 一套 算是尽可能的 尽善尽美的两声道系统 那用了我们 Fyne 的 F1-10 整体而言呢 这声音表现 像这位 brother 他很喜欢听这个 他刚刚跟我讲那个刘青池 其实有点像是 我听起来有点像电子花车的那种音乐 那这种就是电子琴 一些 MIDI 的音乐 那那种音乐他其实他重他的音色表现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瞧不起那种音乐 但事实上 在过去要做那种音乐 我之前有讲过 比如说像大野科夫 大野雄二 这两个大野先生 就是鲁邦三世跟柯南的那个作曲者嘛 他们呢 当时在做这些电子音乐的时候 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就是 真的就是数位直接模拟出声音 不是那个时候他们都是用各式各样的效果器 甚至有很多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效果器 去做出来的声音 然后可能一台 organ 然后旁边有一整排的效果器 所以呢 我们要去还原那样子的音色呢 其实对于喇叭本身的音色考验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像这位 brother 他听这种刘青池的音乐呢 他这样子这种电子的音乐出来呢 在这个厅呢 其实还会真的会有那种就是 你在现场听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像刚刚 brother 说有那种 live 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啦 那当然这个调摆位啊什么这些都调整好 所以现在呢 坐在他的位置听呢 就是真的一个人唱歌的那种感觉 看我的影片呢 就是真的陈寗在这里讲话的感觉 我们刚刚电视装好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公司用的是 70 吋 然后呢 在那个沙龙那边用的是 100 吋 那两台电视呢 我们距离都很远 所以平常都不觉得它大 但是在这里呢 这台 Sony 的 85 吋 因为距离的关系我们觉得超大 然后我们的经理 AR 就说 诶 那个陈寗看起来好像跟陈寗本人一样大 然后我就跑去站在他前面 然后看一下 现在比较小了啦 但刚刚是半生的 然后他说 没有喔 电视的还比较大 可是就觉得说 诶 其实电视买大一点好 那这里呢 有另外提到一点 就是说关于你的空间 你的空间到底要买大电视 要买大音响 到底该怎么选比较好呢 这位 brother 在选购之前 其实也有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跟大家聊聊 电视到底该怎么选 音响到底该怎么选 到底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呢 我们下一集再讨论 今天就聊到这里啦 那看完影片之后呢 如果你觉得说 诶 陈寗的影片真的太棒了 我要支持你 那么呢 在资讯栏里面呢 有频道会员的连结 在旁边呢 也有超级感谢的按钮 这两个呢 都可以支持我做更多的影片 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东西 那另外 如果你想要配一套音响的话呢 在这里 有这个LINE 的 QR code 在下面也有LINE 的这个连结 都可以联络到我本人 告诉我你的预算 你常听的音乐类型 你喜欢的喇叭 还有你摆放的空间大小 我来帮你搭一套 最适合你的组合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 感谢你的支持 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陈寗 我们下次见 拜拜